好 接下來要聊這一個呢 我覺得男生應該會很想聊 怎麼了 就是說 男人永遠不會想知道的秘密 深夜激戰其實都是 女生在幫你們留面子 懂嗎 是嗎 是吧 他們會不會聽了說心碎啊 我覺得會 他們會傷心 有些時候我們只是就是在 在給他們做面子 做面子 對 因為你知道 其實女生真的是這樣 有時候這種像說不能說的秘密 就我之前有一個女生朋友 他就是屬於那種比較開放的那一種 然後他就是可能 但是他喜歡帥哥 然後他那時候就交了一個 也不算交往 就是可能就是看對眼的一個男生 然後就 因為可能聊天的時候 就聊一些瑟瑟的話題 那個男生就是講得自己很厲害 就說之前的對象 都是說他太厲害啊 怎樣 然後那個女生朋友 就講了他心很癢 就是想說藉著酒精 就真的把他帶回家 試試看 對 帶回家試試看 結果就是一陣前 就是前戲一定就是做足嘛 然後重點是我那女生朋友 就覺得說 天啊 這男生也太貼心了 把他的前戲怎麼做了這麼久 就是前戲大概做了一個小時以上 然後他就覺得 好久 真的太久了 然後他就想說奇怪 褲子都脫了 為什麼還在前戲 就還在親啊 什麼的 然後女生朋友就忍不住 他就說 你可以進來了這樣 然後那男生就說 是門外有人是不是 不是 他已經進來了 然後那男生就說 他已經進來了 然後那個女生朋友就嚇到 他真的是嚇到 他想說 可是講這一句也太傷人了吧 沒有 沒有 他是那種很嬌傷 他說 Baby 他說你可以進來了 他就說我已經進去了 然後他說 真的 然後LALAL沒有 他就說 然後他就 他就順勢就是摸一下 就發現說 SICE就是好像有點 太... 虛張聲勢 SMO的這樣 所以他沒有感覺 所以他就開始演戲 他就... 他就開始叫 然後說 真的很厲害 你真的 我真的不行了這樣 說真的好累 我真的不行 然後那男生就說 殊不知女生只是想趕快結束 跟好姐妹分享這件事 然後這件事 那個男生 就我女生口就一直求勞 什麼 他說我真的不行 然後男生就說 好啦... 放過你這樣 對 會不會就是因為 你這些女生寵壞這些男生 所以 沒有 後來 因為那個男生不是說 他之前的女生 都說他很厲害嗎 所以那個女生朋友就說 一定是因為這樣 就是為了要趕快擺脫 對 就趕快說你很厲害 然後也不想要讓他失眠 因為 歡迎直接說你很爛 直接被打死怎麼辦 妳跟女生朋友 跟這個男生朋友 我是不是認識啊 蛤 等一下好好聊一下 這要聊一下 好... 女生 我以前 所以我美國的女生的朋友的家的時候 我聽到他跟他男朋友晚上的聲音 非常的非常的大聲 而且聽過 100次以上的 Oh my God 然後想知道 到底是不是 會不會是放錄音帶 卡啦 他說聽100次都一樣 聽100次了 然後想知道 是不是真的 這麼誇張 所以隔天問他 他說當然不是真的啊 我只是累了 覺得無聊 想要趕快就是結束 所以就言戲 用言的 我不知道這樣是不是正常的 所以在網路上查了 發現美國人 美國女生有80%用演的 演戲 這麼低嗎 80% 我們的A片都這樣演啊 不想聊 沒關係 然後其中有93%是說 這樣是更給男生面子的 更給他知情形 這樣可以更快速的結束 我想問一下 我想問一下男生 以男生的角度 就是說 是不是又覺得不好聊 對 有點難聊 對 有點難聊 你們分辨得出 女生到底是假裝還是真的嗎 可以啊 可以啊 因為 可以聊這些嗎 可以啊 就是 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那個自然的時候 他有一個自然的沒有 沒有Re搞的感覺 他真的 你會 你還有Re過搞喔 就是你會 你會發現 是 他真的在享受中 很自然做自己 就很高興 就是你隨便問他什麼 他都可以回答 不像在Re搞 之類的 對 通常 我們通常是不會聊天的 對 但是如果他是 通常不會 但是偶爾會聊天 如果有一些很重要的話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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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如果是演的話 其實你會感覺到 他在想要怎麼表達 他在想 我想我要做什麼才會 對 會分心 對 會一直分心啊 然後男生其實這樣 會很快就不喜歡 就是沒有 沒有這些 就很難過 我覺得好像是 你沒有看出來 其實對方在演 我覺得是你沒有看出來 因為女生在這方面 是真的很會 你說我每次他都一定在演 我都以為是真的 對 我覺得你們男生應該比較難分 對 我覺得 有另外一個方式 女生真的要演 你不會看出來 有另外一個方式 一個是 像之前我有室友 是 然後有室友的時候 他們不想 不想出聲 那就會知道 他如果出聲的話 就是他是真的 什麼意思嗎 他不想被 你的室友聽到 聽到 叫他不要出聲 他還偏偏出聲 那就是真的 就是真的 沒錯 但這樣的 雖然這樣的經驗 又不是每一次都一定 是 對啊 小百合 你都怎麼假裝 沒有 沒有 問了這麼直接 美國是調查百分之八十嘛 對 八十沒錯 日本我也有看過那種雜誌 百分之八 九十九點八好不好 百分之八十趴 然後日本也有類似的調查 我有看過那種雜誌 然後那個調查說 日本人是九十耶 都有演過 就是不讓我嚇到 真的哦 可是狀況還是跟美國不太一樣 日本人還是比較會給那個 留給那個 面子 對 面子嘛 而且比較貼心一點 這比較想扭人一點 所以 這個是聽朋友說的 不是我的 P 先跟大家講 沒關係 因為你接這句就多了 哦 然後 我的朋友說的 就是那個 那個事情的時候 看來男生累了 就開始流汗 然後有一點那個 感覺不會做到晚 不會 就知道他要提早check out 所以那時候 就說 我累了 就是不 他好像是累了 可是假裝自己累了 在他累之前 你趕快先喊累 先說 對 先說 我累了 我想今天還是想睡覺 今天還是不做好了之類 然後讓他結束 因為看來 就真的沒有辦法再結束 而且日本女生是愛玩那個 結束之後 還愛玩那個 如何 今天的表現如何 表現如何 一般都是在床上 那個睡覺之前是 要說那個 比較甜蜜的事情嘛 可是日本男生都愛 比較愛玩今天的表現如何 有沒有跟前男友比起來 會怎樣 無聊 一定會提到前男友的存在 你跟女生 你跟日本女生做完 對 你跟日本女生做完之後 你還要開會 開會 開會 對 今天的表現如何 有什麼東西 希望哪裡可以再 女生都會這樣問你喔 對啊 要做PowerPoint嗎 他們有 他們喜歡 對 真的是 Feedback 女生也會問 然後男生也會問 真的假的 該如何 還可以更好 台灣男生好像不太會 頂多就是 看他的 女生的反應很重要 因為對男生來說 是一種很有成就感的感覺 對 所以 我覺得男生一定都會在意的 但是我 因為之前我聽說過 一個朋友的例子 他就是 他是女生嘛 他對他男朋友就必須要用演的 他演不是因為他男朋友表現不好 是因為他很不容易到達那個點 那久了 然後 他男朋友就會很沒自信心 就覺得說為什麼你都不會 不會高潮 我就只說 為什麼都不會高潮 是怎麼樣怎麼樣嗎 或者是說我的表現不好 是不是壞掉了 或者是說你前男友比較好 就是那個男的開始會開始生氣 想很多 想很多 最後他就必須得演 他就得演高潮了 OK 對 有時候是這種情況 是 對 我之前也有 身邊也有朋友就是 有一個男生朋友 他的女朋友真的很辣 身材很好 然後很漂亮 然後我們很多男生都覺得羨慕 會跟他說 你的女朋友真的很漂亮很辣耶 很幸福喔 這樣的話 他那個男生朋友會說 沒有 哪有 我真的好累喔 一定要好幾次 你看我的黑眼鏡 下來都這麼嚴重 然後我就覺得很羨慕啊 還是很羨慕啊什麼的 然後後來我發現那個女 他們兩個分手了之後 那個女生跟我們說 你知道嗎 他超小的 小得一個小辣椒一樣 小辣椒 對 技巧很爛什麼意思 我們覺得很開心嘛 就是喜歡這種八卦 多小 到底多小 那我女生說 其實那個大 講邊大了邊小 都沒有什麼差別 蛤 蛤 對啊 然後我就覺得 這有點太誇張了 對 很開心的在講這一段 你好開心嗎 都講 都是說朋友的故事 其實滿開心的 對 對啊 那都是自己的故事 是 那個男生超辛苦的 我覺得那個男 這些男生啊 非常非常辛苦 因為他很認真 沒辦法 然後他的朋友一直都講他 其實我覺得男人 超過四十歲 就只剩下一張嘴 因為像我老公 他們可能去打告夫球的時候 有時候吃飯 男生都會互相在那邊聊 那些有的沒有的 那只是有一次 我跟他們去打球 他們就聽到他們在講說 你可以問他 問他老婆在這 他到底有多厲害 然後一聽 那一定是我老公 我在外面吹嘘 所以我就說 對 我每天都被 頂到胃 你知道嗎 所以我胃很痛 然後呢 那要吃幾位服飾 沒有 我說被頂到胃 你懂了嗎 那被頂到胃的時候 你有暢燃燒嗎 沒有啊 不是 然後我就跟我老公說 你都說你這麼厲害 那我們是不是回到家 我還滿想生第三胎的 你知道嗎 可是我老公現在就是 躲著我不跟我睡 你想 你現在是要跟我們聊心事嗎 聊 真的 我現在是第三胎 老師的音樂一配下去 頂到胃這真的太誇張了 真的 但是我發現 你們台灣女生很愛聊這種東西 對 然後有沒有聊到我 我不知道耶 因為他就是我背後聊 但是 我跟你講 好 我之前 之前 自己也覺得好笑齁 只是有一點好笑 之前半夜 我突然收到一個女生朋友的電話 我說 幹嘛 他說 我要問你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我說 好 什麼事情 他說 怎麼樣 可以不要那麼早舍 蛤 我說你半夜 找我來聊這個事情幹嘛 他說因為他男朋友 就是 就是還沒開始就結束了 就是 他們會找我聊這個東西啊 嗯 而且之前我的室友是女生嘛 然後女生朋友 他就會親其他的女生朋友來 根本不關我在的這個事情 他們還在聊男生的狀況 比如說有一個說 那個男生他就是要幹嘛 然後都不玩前戲 我很累啊 什麼 那種誇張 也跟我聊這個東西耶 他就是把你當姐妹 對啊 這好恐怖耶 其實我覺得有一個重點 很多人都會放錯的 因為其實 就是聊這種幸運跟這種 是很健康的 然後是對的 應該要多聊 我非常的認同 這個是要多聊 對啊 但是你們聊錯地方 因為你們通常都是 只有聊 他的表現如何 然後聊大小 然後聊那種 其實不應該是這樣子 應該是要多聊一些 也跟錯的人聊 多一些方式 或者是多的一些 可以體驗的 就是多在這個 可以多發展 可以多想到一些新的東西 但是不會 因為這個很健康 你是不是有很多新的招式 我有 沒有 說真的 說真的 我常常會跟一些朋友聊 雖然我是跟隨便的人 但是我會跟朋友聊 但是不是在LB的時候 他的大小 或女生的大小 他們怎麼樣 那不是 我們是在聊一些 怎麼可以把 因為這個幸運是很完美 這很好的一件事情 怎麼可以把這個讓更完美 更好 那你可不可以把你的新招 要畫成一個武林秘笈給他 他需要 要出書了嗎 他要出書了嗎 我們又要出書 這個是要 這個是要人間 中間也是要聊天 然後是 而且最重要的是 情侶就是 兩個人是要一起討論 不是在跟你們姐妹 在聊天這個 然後他們 這個是要溝通 溝通 是很重要 每一個人的身體都不一樣 很棒 非常前衛 有一些人 被講 被講 他不想聽 像我一樣 就是我之前 我的前一個女朋友 他常常暗示我 然後我一直都 可能自己不想聽 不知道 就是 我們就是 在我們的那個 關係裡面 一年之後 我們就是開始 莫名其妙 他開始跟我分享一些 他跟姐妹會的電話 他有一個女性朋友 他跟我說 他有交了一個 新的男朋友 然後那個新的男朋友 他說 他身材很好 他說 他說 他摸摸他有那個胸肌 還有那個六塊肌 好棒 好羨慕 然後 我覺得 很棒 很棒 然後就這個話題結束了 然後我自己想 對喔 可是很累 就是這樣 要練那個東西 而且練那個東西幹嘛 胸肌很大 就 算了 過了幾個月之後 又寫一個電話來了 他跟他男朋友 他們每天都有耶 很棒耶 好刺激喔 那我在想 每天都有 好累 然後每天都有幹嘛 就是 這樣我也不會很像上班 好吧 也很棒啊 羨慕啊 好 過了沒久我們就分手了 分手了之後 他才直接跟我說 其實我一直希望你可以多一點 然後你可以多練一下身材 對 你這樣聽不出來 還是你是根本不想 聽到 我覺得有一個 我覺得我自己心中 我是覺得這個東西 對我來說沒有那麼重要 所以我不想要為了他 可是我 Maybe因為這個想法 我沒有聽清楚他的暗示 我可能想沒有那麼嚴重 但是嚴重到 那個女生有在運動嗎 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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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身材一直都比我的好 對 並不是為了那個 因為對於有些女生來說 他可能真的覺得這很重要 對 對啊 每一個人喜歡的不一樣 所以這是為什麼要溝通 這麼愛問 在親密時刻 會問些什麼 還要問 這個時候還要問 在親密時刻 還沒玩 你們有沒有最怕另外一半 問什麼話 我覺得最可怕就是 這是對男生 就是被問 你最瘋狂的事做幾次 你說男生問你 女生問男生 女生問男生 我一個男生朋友跟我分享 他說尷尬了 因為他想說講少 我就覺得你不行沒有體力 所以我那個朋友講了一個很厲害的數字 好 講了很厲害的數字就完了 他女朋友就覺得 好 那他想要挑戰那個數字 因為他要覺得 你跟別人可以 幾次他說幾次 好像七次 就是一夜七次 七次喔 這可是傳輸嗎 會死吧 對 我很認真的以這個角度問一下 是有可能的嗎 一天七次 如果你算24小時 從禮拜一的半夜 到禮拜二的半夜 如果你早上兩次 中午一次 然後晚上你再吃一次 那個可以喔 對 你為什麼這麼愛 你這麼愛面子 你媽知道嗎 我就是 如果他是這樣算 一夜七次很難 湯姆是說 你給他24個小時 他可以辦到 七次是真的可以 好辛苦 他說的啊 可以 沒有我現在不是帶色情 我是真的想知道 一個男生正常的體力 到底一天可以完成幾次 不一定 不一定 這太多東西會影響到 但七次可以 可以 但我那個朋友就 因為他是年輕的時候 比較可以 但有了年紀就比較難 你現在這年紀可以 你不要說大話 沒有 所以我沒有講啊 我沒有講 那所以你現在五次 沒有我沒有講 你現在 但是一天可以最多幾次 就是 聊到天亮 聊到天亮 都不做 直接聊天 什麼 那幹嘛 那不能睡覺就好了啊 還有一個問題 我覺得就是有點尷尬 就是如果 你跟女朋友做的時候 他就突然問你 那萬一我 對啊 萬一我懷孕怎麼辦 但是這個時候 你就是會覺得 有點 這是很實際的問題 萬一我懷孕怎麼辦 對啊 萬一懷孕就是要生下來啊 他就叫你冷靜一點啊 對啊 不是因為 畢竟我真的很想要 有小孩啊 是 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們 不小心懷孕的話 就是要生啊 我們一起來講啊 可是其實女生問這問題 只是想聽一下 她的責任感 對對對 那你有被問過什麼嗎 我覺得比較尷尬的問題 就是你最近為什麼次數 次數很少 那為什麼最近次數變成 我覺得很麻煩的 很麻煩的 你怎麼了 下一個問題就是 你不愛我了嗎 或是你 你是不是蛋白質吃了不夠 你膩了嗎 或是你有別的女生嗎 但是我覺得問題就是 男生女生在一起久了 自然而然就是 對另一半比較沒有那麼 那你從七次變到三次 變到兩次 那你前面那四次去哪了 去別人那裡嗎 我是覺得那個跟愛沒有關係 女生就很害怕男生次數變少了 就已經沒有愛了 可是我覺得 男生我們還是一樣愛你們 只是因為 沒有那麼多新鮮感 就很難那麼興奮 是怕你去別的地方發洩 那個沒有關係啦 完全就是 太熟了很難 那種陌生的感覺很沒有了 小白說要聊了我想聽一下 小白 小白 我最怕問的是那個 可以試試看這個 什麼 什麼意思 這是什麼 就是那個 真的很多耶 很多男生都 把手機拿出來給我看一些照片 然後要不要試試看這樣 怎麼樣 就是裡面都是那個 那個那種那個 愛情影片裡面的那個姿勢啊 他想試試看的那個姿勢 什麼姿勢 什麼姿勢 很奇怪的 就不想那個什麼便當啊 就是 便當 這便當 對 奇怪的那種 然後 還想那個 他很想來剪頭髮 然後跟設計師說 我要跟這個髮型一樣 那種的感覺 一樣的感覺 問你們日本應該對 你們不是最有創意最會這些嗎 都會變一大堆奇怪的 可是你說 我們意大利都很傳統 就那幾個姿勢 對 可是日本 你看我覺得 哇 這個 哇 新的世界 新的世界 很多姿勢看起來 哇好精采 可是試了覺得好累喔 根本不舒服啊 這馬上回到最基本的那幾個 對 其實那些影片裡的那個 都是為了好看 或是為了看起來很有刺激 對 對 其實做起來就不太一樣啊 那吳子龍你呢 我有別的東西 讓我真的很尷尬 我非常非常不喜歡 那個女生問我 她的表現是不是很好 那你最好不會問 我的表現是不是很好 你不會問嗎 沒有 你不會問她 沒有 我知道我自己的表現好不好啊 我知道 我們不想知道 我知道 我有我的經驗 我有我的歷史 我有我的技術 我有我的體力 沒有想聊這個 我是怎麼樣 我不需要問你啊 請問三位女生 有問過男生 你們的表現好不好啊 或被問 沒有 沒有 這一題沒有 男生也不會問你們說 寶寶好不好 好可怕 你要不要回去看一下播出 我想 想想看自己到底在幹什麼 通常這樣的話就是說 你就是常常被問的意思 就是說沒有安全感啊 因為如果你的表現很好 你不會問啊 你就是專心 在那個任務就把它做到好 可是如果Viva 反而覺得 你自己都不夠 你一定會問 這樣可以嗎 可是這算是某一種的 那個啊 那個 絕安全感 你知道嗎 對 可是我覺得你這樣聽了 就沒有 突然沒有活力 突然沒有Feel 就聽了就很不高興 我覺得在那個時候 你越厲害就是你專心 都不要講話 是 不要講話 不要講話 好無聊 好無聊喔 你一定會問的是 因為你是兩分鐘 他沒有時間講話 沒關係吧 不喜歡 我聽過的 我最不喜歡聽過的是 今天可不可以慢一點 那個要求 我可以 那是誰叫你太快啊 你在急什麼 有時候是想要不一樣的Feel 你敢時間是不是啊 今天晚上想要那個比較浪漫的 就OK了解 但是隔天如果他說 今天可不可以比較熱烈一點嗎 那就是你前面 到底要怎麼樣 就是要快還是慢的很難伺候啊 那就你前面太冷淡啊 熱烈跟快是兩回事啊 就是表現出來了 走進啊 可以知道 是太難強出啊 就是要不要什麼樣 就是每天不一樣 可以就是 平常嗎 就是 節奏的問題 對 節奏不合拍啦 因為這題 我有跟我的女生朋友們聊過 然後那一次我就回答說 我最怕對方問說還要多久 我覺得還要多久這種事情 就是女生問男生 跟男生問女生都不行 這個語氣就不對 然後最妙的是 我們有一個女生朋友 她其實已經五十幾歲了 而且如果這一句 是用台語講的話 你還要多久嗎 感覺有沒有 我在記息有沒有 你時間到 然後我們那個五十幾歲 罰表 是要趕快 我們那個五十幾歲的大姐 就是講話更好聊 她就說 她說有一次 就是她跟她先生 正在親密的時候 然後她先生就是問她 就是說怎麼樣 舒服了嗎 OK了嗎 就是還要多久這樣 她就說 她就突然一把火 她不知道為什麼 她就覺得你怎麼可以在這個時候 問這個這麼 煞風景的問題 然後她就說 她就突然全身大放鬆 採取一個大休息的姿勢 然後她就說還沒啊 好解 她說其實原因是 她那一天覺得她老公 一點都不認真 她覺得她老公 就是想要吵吵了事 所以她覺得她老公 在吵吵了事的時候 就問這個問題 她就非常的不開心 她就大喇喇說還沒啊 然後她老公就說 蛤 那還要多久 她說大概會到下輩子吧 好解 我們女生也會聊這個 怎麼 但千玲我覺得最好是 不要講話 怎麼會 對 那你可以說 這樣OK 但是其他的 我們不想講話 我們結束以後也是想睡覺 OK 不要麻煩我們 我們就是 比較簡單 你看今天講了那麼多 我跟你講社會險惡 處處都是陷阱 是啊 所以不只做事 講話也要三思而後行 掏出來了吧 請問一下各國男人比一比 你們的寶貝誰比較大 大小真的有影響嗎 四年來終於有一題令我驕傲 我好開心可以聊這件事 我告訴你 有帶照片吧 都有帶照片吧 有今天我要上我的船給你好了 我跟你說 先不要 我的寶貝你說 義大利的話是這麼回事呢 我們都要看什麼東西呢 鼻子 對 所以其實我有一個想法 如果下一輩子 小禎姐 當個男生 非常有潛能 像跟我一樣嗎 我們的鼻子比較大 義大利叫做 馬鈴薯式的鼻子 就像一顆馬鈴薯比較大 那我跟你說一件事 你說我看Justin 我說我看 我的鼻子怎麼樣 等一下 我要誇你 我看Justin 我看任何一個人 光看他們的鼻子 我都可以非常準的 猜得出來 Justin 你的鼻子就是很細啊 對 對啊 他不是很細 但是他一直很長 怎麼聽起來不是誇獎 沒有沒有 等一下 他又細又長 所以他肯定是 對啊 他肯定是偏細長 你說我看那個小梁哥的話呢 肯定比較短 但是又偏粗 有粗度 對 但是又偏粗 有粗度 不是 你講話可不可以先想過 再講出來 我跟你說我相過一整個禮拜 我覺得你比較短 但是你偏粗 但是 就是說我如果是直徑的話 我是贏者 對 但是長度 像我們看了我們家的那個 菲丹尼有沒有 他為什麼那麼的厲害 因為他又長又大 他的鼻子很 可是菲丹尼的鼻子 很誇大好不好 他鼻子很大 他又歪掉又大又長 他的鼻子 又歪掉又大又長 他就是這樣子 騙方向 但我跟你講一件事 我小時候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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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厭我的鼻子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太大了 我覺得像我們今天企劃 他的鼻子 對我們義大利人來說是完美的 就是小小的 很細很漂亮 對 那你知道我小時候每天晚上 我都會虐待我自己做什麼呢 拿一個曬衣服的那個夾子 是是 然後 捏在我的鼻子上 但是隔天早上我去上課更誇張 因為他整個都重起來 然後很轟的 對啊 因為我朋友跟我說你這樣做 每天他會變小 可是反而沒有變小 變大 那你看一下炳秀的鼻子 誰 炳秀 他 他其實還不錯 可是有點歪 對 他就是 我覺得你可以去行天公地下道擺攤 對 人家是看手相看面相嗎 不是 他是算筆 他是看那個相 那個小亮哥 我跟你講一件事 對 我們今天是台灣小 對不對 當時我告訴你 我有好多好多女性朋友 他們跟我說 交往之前 麻煩你去幫他們看 然後結果交往了之後說 你怎麼怎麼轉 那玻璃的你看一下 他是非常典型 有標準的北歐人 就是很驚人 對 而且 我現在要講另外一件事 其實從鼻子也可以看得出來 一個人有沒有 隔 隔 看得出來 怎麼看 你說 太誇張 真的假的 看Justin 先Justin不說好了 但是看柏里 就沒有 怎麼看 蛤 這個是一種 是一種 天分 是一種直覺 但是我們好像 不好意思跟柏里求證 沒關係 沒關係 不用 是正的 你不用說 因為是正的 好像我有跟你講 是假的 對 那我有歌嗎 沒有啊 歐洲人不會 你看 他沒有 歐洲人都沒有 真的耶 我們私底下沒有任何的來往 還是你剛剛在廁所偷看 欸 他剛剛跟我一起上廁所耶 喔 那就說 那你戲場是對的囉 而且你的B超很小 蛤 你 你自己挖坑 給自己跳幹什麼東西咧 講我 我可以講那個笑 我覺得你跟 蕭良哥走 走 同一個路線 但是你比他厲害的點在座 你比他還粗一點 蛤 所以我們 那個 你是看柏維嗎 不是 我告訴你 那個觀眾不需要求證 但是等一下你們去上次座 我們兩個可以 交換一下新的 對 然後在那個粉專 然後你們可以說 欸 佳德是對 PO照片 PO照片 沒有 我照片沒有 直播 沒有 然後還有另外一件事 然後我就閉嘴了 這個題目怎麼寫 我跟哈哈 直播那個 題目怎麼寫 就是哈哈哈哈 還有另外一件事 然後我就閉嘴 謝謝 就是說手 鼻子 就是寶貝 有沒有 然後手 就是寶貝的小朋友 的兩個小朋友 哦 就是對 所以基本上是說 一個男人的手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賈斯汀是屬於水腫的一種 哈哈哈哈 什麼水腫 所以我的朋友都叫我大佛 這樣是對的 哈哈哈哈 不是太準啦 哦 大家就聽一聽就 是是是 然後呢 就是日本人的話 就是通常都說 鼻子比較大的人 是就是那邊這樣 比較厲害 對比較厲害 是吧 然後還有那個身高矮的人 比較厲害 所以我們常常說這樣子 他是說無短必有異常的意思 哦 然後還有那個手指 我們會看手指 手指長的人那邊厲害 這樣說 哦 然後我們通常都就是 女生會開那個姐妹會嘛 是 然後就是 就是有一個人就是找到對象 那大家都會問 啊那他的鼻子怎麼樣 會身高呢 或是就是手指長嗎 或是這種問題 嗯 然後我們日本人的就是平均身高 是大概一百七十幾公分吧 對 然後就是我們覺得一百七十五公分 就是一下的人是比較厲害 哦 哦 對 然後我以前有交往過一個 就是日本人 然後他大概是一百七十四公分 對 然後就是他的手指也很長 然後我同學的時候就覺得 就是可能他的那邊是比較厲害 厲害 然後後來就是交往之後 就是真的有機會看他的那個寶貝 然後真的很厲害這樣 所以真的是 真的 我覺得就是真的 那你跟幾個國家的男生交往過啊 應該是五個左右 五個左右 方便跟我們說哪幾個國家嗎 就是我有跟那個 韓國人有交往過 哦 對還有台灣人也有交往過 是 還有日本人 是 還有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 還有烏茲別克人 烏茲別克 烏茲別克跟以色列人兩個 嗯 應該是伯仲之間了吧 就是 差不多吧 差不多吧 第一名第二名 對 那哪一個是比較小 你覺得最後一名就好 最後一名 最後一名是 韓國人 韓國人 對 最後一名 對 哦 哦 會不會大家今天錄完這集都有點情緒 不會 但是沒關係 等一下秉秀會講一個故事 嚇死你了 會嗎 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覺得韓國人 韓國男生 真的有這樣的傳聞耶 你Google一下 可是我在韓國從來沒聽過 就韓國人的 這個問題 對 在韓國的話 我有一個韓國女生朋友跟我說 韓國女生會看男生的手指的關節 嗯 如果關節很厚的話 就下面很粗 然後很薄的話 就下面很細 關節很厚 除了從看手指到關節都有問題 你的關節好細喔 是多細 好了 然後一個是 韓國人就是 小時候跟長大以後也一樣 我們常常跟好朋友一起去洗澡 就是男生 是 大家一起洗澡 然後我們就男生喜歡比那個下面的大小 然後就我們用那個 捲筒衛生紙的那個紙筒 然後就用那個要 就放進去 穿進去 然後就 會不會進去 如果沒有 不能進去的話 就很厲害 可是那個普通的捲筒是 這樣子 其實規格好像都差不多 台灣的好像比較大的 韓國的好像大概這樣 因為配合你們這個遊戲啊 對啊 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觀眾覺得今天我都在亂講 但是我不是 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你剛剛就是在亂講 我也沒有在亂講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科學性的 一個統計好不好 就是說世界哪裡最大 哪裡最小 然後我就永遠閉嘴 OK 就是最大的就是巴西 然後精致於巴西就是西班牙 第三個就是義大利 然後呢 東歐 東歐非常非常厲害 再來就是美國 然後亞洲國家 其實日本不是最小的喔 在大中華地區裡面 不同的地區 有不同的尺寸 所以如果我們拿 比如說什麼台灣 中國大陸跟新加坡都不一樣 這三個最厲害的就是新加坡 喔 雨萱脫了吧 可是連日本人都會自己說自己小 是 因為像我們出外景 出另外一個外景 然後就有一個日本藝人 他就是豐田 他就是那個特別的那個豐田 長得高 他大概差不多188公分 然後瘦瘦的高高瘦瘦 那就我的統計來說 高瘦的男生不會小 一般 哪有 真的真的 那應該就是不夠粗吧 高瘦的男生不會太小 但是他自己都到處跟人家說 自己真的 到處跟人家說 他到處跟人家說 他上節目也跟人家說 他自己很小 可是有聽說什麼叫做L L規則嗎 我們義大利也叫做L 那個字母L規則 就是說 意思是如果你很高 這邊很短 如果你很矮 這邊很長 不是不是不是 這個兩個熟字代表你的身高 如果你這麼高 那這邊很短 如果你很矮 那你這邊很長 真的 你今天到底要惹我多少人 你說嗎 它叫做L規則 你說嗎 你說嗎 就遇到了嗎 我以前在德國去夜店 然後就 去德國夜店的時候 就裡面遇到有一個很漂亮的德國人 然後就我 就想要有點打算 然後就跟他說Hi Hello 這樣子 然後他突然馬上抓我的 下面 然後就什麼他說 欸 看亞洲男生的下面都這麼小 所以我不想要跟你們怎麼聊天 然後我就這樣講 真的假的 然後我就馬上就 他就離開了 你現在掏心掏肺在跟我們講這一段耶 真的耶 然後就是我太有點太嚇到 你是不是受傷了 真的 沒有一點 而且你怎麼會覺得 怎麼會去跟德國女生搭訕啊 德國女生 德國女生 因為我那時候剛好去德國旅行 我覺得 會有自取其辱的感覺 那你為什麼當場沒有拿出來給他看 因為更丟臉 喂 我那時候太嚇到 不過 就是 這裡就真的要幫杜力說說話 唉唷唉唷 黑人朋友真的是 很厲害 尤其是我們 因為我們之前打球嘛 然後就有請洋將來 就請了一個 就是洋將 很洋的嘛 他身高208公分 然後他每次 因為我們比完賽就會直接去 就是去洗澡嘛 但是他反而很害羞喔 他都會用浴巾包著 包得好好的 但有一次浴巾沒包好 不然掉下來了 是 哇 我跟你講 他沒有勾住浴巾嗎 他沒有勾住 因為是從後面掉下來了 他平常是 要讓你們舒服 不要讓給你們難看 怎樣到哪裡 就是差不多 他這樣坐著 是 差不多到快到他膝蓋 真假的啦 就是 就是 而且是 只是在休息的狀態 他在休息 想聊什麼 盧翠如 有一件事情 他在那邊做的是我跟我們教練 他會興奮嗎 有一件事情我想求這一下 我為什麼聽過說外國男生是 是 傲男 你要說什麼 這意思嗎 什麼啊 你說要 你要說什麼 就是沒辦法太硬對不對 不是耶 他說外國男生是不是 比如說像亞洲男生休息的時候 是會有休息的狀態 的狀態 可是外國男生是不是永遠就是這樣 沒有 看天氣 沒有啦 看天氣 那你要不要看風向 真的啊 天氣冷的時候我會說啊 對 可是小禎姐說都沒有錯 我就說在 我可以說嗎 不好意思 不然你忙你的 因為我剛剛說永遠都會閉嘴 但是好像還要轉化 這樣很快就好了 然後我們就錄完了 就是說 在 硬的 可以說硬的嗎 在沒有休息的時候 其實那個大小差不了多少 不管是那個國家 我們現在這樣的 Size 是在休息的時候 就是RUN的時候 就是有一些真的是 對啊 我們知道了 對 所以意思是 亞洲人他們突然 就是那個哇 那個差別比較大 是 所以我們不是說 軟的跟硬的是一樣 但是差不了多少 所以外國人跟亞洲人 還是有差別 有啊 當然有啊 對 你看今天聊那麼多 其實各個人種就已經不一樣了 開心了吧 這有什麼好比的 其實我們剛剛聊的 都是在台灣的特色店 就是老外朋友來 一定要去的地方 那你們的國家咧 去你們的國家 有什麼地方一定要去的嗎 好棒 我有一個就是這個地方 你可以吃好吃的料理 你可以看表演 而且你可以學會一點歷史嗎 因為這個地方 它是在一個城堡裡面 脫衣舞殿 沒有 沒有 才不是 才不是 沒有這個地方叫做 那這個反應 對 這個地方就是你可以看 有點像英國古代 就是大概那個公元五百年到 中世紀 1400年 那時候都是有 有國王跟騎士這樣子 所以你去那邊 可以看馬上比武嘛 馬上比武就是一種這種武器 叫做Lance 長腦 他們邊騎嘛 然後打 我好像帶小朋友去吃過 他們可以吃飯嘛 有 他們會就是 通常是烤雞 然後可能玉米 馬鈴薯 這比較傳統的 所以加拿大也有 或者是兩個 對峙 然後輸掉的那個人 不是 沒有 他 我跟你講 他是一個像 體育館 因為競技場 對 競技場 然後你去 你都還要先預約 然後訂位 訂餐 然後他就坐在旁邊這樣子 然後真的有人在表演 兩隊在對打 對 會有一個皇后就說 今天我們來看比賽 然後就很多不同的顏色 你坐那裡 你就是那個騎士的團隊 然後到最後他們會決議實戰 就是看誰會得冠軍 然後就是很精采的表演字 所以你哪一個隊 紅色 紅色 遜啦 綠色才厲害 What 爛透了 綠色才厲害 不好意思 趕快那個外面有咖啡廳 你們要不要去外面聊 還是你上馬 我們來看一下 來啊 馬上上馬 來啊 來啊 什麼東西 這個 這什麼東西 這什麼東西 完蛋了你 這個 這個 好怕 就是紅色比較厲害 實有餘辜 王后 謝謝 沒關係 就是這種表演 謝謝 我們都不要接話 等一下比較好解 不是 那邊超棒 因為那個 比如說那個服務生 他們是穿那種傳統 重視師 那個年代的衣服 然後他們把你當成貴人 因為他們稱呼 是 然後就給你東西吃 你還有用手吃啊 然後那些比賽 他真的 他真的是用那個槍打到人 因為你看那個木頭 他打到的時候整個分裂 那個人會從馬摔下去 小朋友很喜歡就對 尤其小男孩看傻眼 因為他真的 那個馬這樣子奔跑啊 真的很大隻 然後小朋友都好喜歡 決鬥的時候也都是真槍實彈 真的他們真的就是 我覺得很棒 小朋友很喜歡 超好棒 從他進門開始 你就是整個覺得回到中國 所以他才說 所以加拿大最好的地方是 中國來的東西啊 對啊 這不是美國的嗎 因為這個是英國跟法國跟義大利的 這是英國的一個產品是美國的 因為那時候還就是 英法戰爭有打到那邊 對 真的很棒 很特別 還有你知道還有一個地方 在烏克蘭一定要去 以前世界上 只在烏克蘭有這個地方 可是現在在日本也有 這個就是烏克蘭 切爾諾貝利 核電廠 核電廠 對 烏克蘭的切爾諾貝利核電廠 對 就切爾諾貝利核電廠 其實現在那邊是一個博物館 可是現在還可以進去嗎 可以進去 因為三十年不能進去 因為那邊有很多radiation 可是現在可以進去 現在那邊一個是博物館 扶射應該還是有吧 沒有 他們現在就安全的 因為radiation 還有 沒有 因為問題是什麼 我自己住烏克蘭的時候 我們都不敢去 我們很怕 可是外國人一直來烏克蘭 很想去那邊 所以現在我們可以帶外國人去那邊 烏克蘭都不想去 可是為什麼會想去那裡 它是有什麼歷史故事嗎 因為你看 這個核電站旁邊 以前有一個城市 那個城市是三萬個人口 那些人就是這個 烏克蘭的核電站的員工 是赤諾比嗎 對啊 赤諾比 對啊 所以赤諾比 對 所以那個城市就旁邊 那邊已經住了三萬多個人 然後這個發現赤諾比的事情的時候 他們都從那邊離開了 然後他們的都 你知道他們的家具啊 他們的衣服都還在裡面 他們什麼都沒有拿了 對 所以一個城市一個 你知道其實感覺很可怕的地方 是死城 因為那邊像你去學校都空的 有資源空的 然後很多公司空的 很多房子空的 然後都在 嗯 然後你去那邊 其實很可怕 風這麼大是不是 嗯 但是壓著人 不知道為什麼台灣人去那邊 就很喜歡 他們覺得哇塞好特別啊 然後你知道他們有特別的機器 你可以看Radiation 然後都 都是Radiation 所以我們不想去 然後就好開心 對啊 他們都好開心 哇 偏流鼻血這樣 所以 有感覺到 其實這個 有點危險 可是他們現在就在 國老上去演 已經還可以啊 沒有那麼危險 所以你可以感覺到 然後很特別 不知道為什麼 日本人很喜歡去那邊 對啊 因為在日本也發現這個東西 他們日本也有啊 可是在日本不能去啊 對 所以他們現在日本人去 不可能看啊 哦 沒有吧 有 那個好像那個 最近很流行的那個 因為哪天還有日本拍了一個恐怖片 因為他們去那邊 就感覺真的是一個 很像鬼的城市 哦 然後他們有博物館 然後你都看 就那邊走一走 你知道那邊 毛 狗 鳥 什麼都沒有 所以你去那邊 好安靜 什麼都沒有 你都會覺得什麼都沒有 真的是空的城市 他們最近動物開始回來 對 他們現在住在那個房子 真的嗎 不行不行 沒有不行 他最近 最近這幾年那個動物才開始 然後聽說樹什麼都開始來 發展很茂盛 方便 動物的越來越多 比以前多的 因為沒有人 對 動物也 所以因為他們該是回來 可是就那邊還不行啊 他們那些樹啊 什麼全部都生長得非常茂盛 因為沒有人在那邊 動物的直覺如果可以的話 應該就是可以 他們還滿靈靈的 而且那些動物也都跟賈士丁講 他們回來了 對 所以應該是我們 三個眼睛嗎 然後主上哪邊還可以 穿這個特別的 包括護的衣服 所以他們穿這個衣服 然後都走一走 然後就 就是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對 算是一個叹息 對 去法國有一些比較 比較 我覺得有趣的 有興趣的店是 你可以賣 不是很明白的店 當然都有 但是這個 我知道我老婆有興趣 如果你問她的話 但是 這是在台灣 你可以買得到這樣的東西 所以就是便宜一點 OK 但是你可以去 有一些地方是買紅酒 比方說買很多法國的紅酒 在台灣是這樣的東西買不到 然後如果去旅行的話 也是可以去跟農人 賣的酒 所以你可以去他們的珍寶那邊 可以馬上自己賣 這樣的東西也沒辦法 在台灣買得到 比較特別 還有一些是點點的 可以賣點點 甜點 甜點 對啊 那你們喜歡馬卡龍 有一些馬卡龍的家 在法國他們開了 已經一百五十年以前的 他們馬卡龍非常好吃 是最有名的 這樣東西要在那邊 才可以吃得到 OK 這個比較好耶 對啊 比那個發電廠那個 對 不一樣啊 你看有些人很喜歡去國外 有些人很喜歡去國外 有些人很喜歡去國外住那種 猛鬼旅館的 那一棵 有鬼的 對啊 那還有 這個是大家比較關心的 怎麼了 其實我們前面都是 隨便聊一聊 隨便聊 隨便聊也聊了一個小時 因為接下來這個是你關心的 我關心的 當你覺得晚上 孤單寂寞冷的時候 我就會去找哈校園 不用 各國有一些特色店 蛤 要推薦給大家 要集中在這個時候講的 是不是 什麼特色店 告訴大家一下 因為在武館有一家咖啡廳 他們叫馬佐咖啡 馬佐咖啡就是 因為 手扭礦 手扭礦的咖啡館 手扭斷的咖啡館 手扭 手扭 所以手會扭斷 就先把手扭斷 手扭斷 手扭斷 他們給誰去啊 因為他受虐狂 有時候可能手會扭斷 很難說 好不好 如果沒有安全術語的話 剛剛會叫救護車 OK 鄰居都有抗議 其實這個地方就很好笑 大家要去那邊玩一玩 因為那邊這個是他們的 菜碗麵 這是名字 無關的話是馬佐咖啡 馬佐咖啡 對馬佐咖啡 這菜裡面呢 你都可以看到這種影片 才點到 所以大家也希望去那邊拍照 不是那個是眼睛嗎 不是那個是眼睛嗎 對 大家也希望去那邊拍照 可是他們的特色是什麼 比如說你想點酒對不對 所以你跟他們說我要點酒 所以 扶聲回過來 然後叫你脫衣服 然後他們又特別的wip 然後他們就 好可以啊 然後你回去你浮潛 然後如果你才一個 還要浮潛 因為五個人很喜歡喝酒 他是真的啊 真的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家就脫衣服 所以你那天被打了幾遍 幾次 看你有多少錢 如果你醉 如果你醉的話 他們就這樣你脫皮股 然後就開始 但是 真的啊 馬上就行了 因為 大家跟朋友們去 你跟朋友們去就是很好玩啊 因為你喝一杯 然後才一杯 然後就被打 所以這是只能男生去嗎 男生女生們都可以去 女生也可以去 女生也可以去 因為都可以玩啊 可是女生就他們 他們也 你知道他們看女生 他們應該不會打那麼嚴重 他們就可以打一點點 那或是女生也可以選擇打別人嗎 因為有些人喜歡被打 有些人喜歡打別人 男生會打男生嗎 哪邊支服先可以打人啊 就用服先可以打人 那其實不用那麼麻煩 你下次去新加坡 然後你就吐一個那個狂奈地上 他被打了 他被打得很嚴重 對 對 那今天攤命令的女服務生漂亮嗎 漂亮 因為屬於大家 所以大家很喜歡 因為他們穿上新幹的衣服 然後就修部在這裡 可以 所以不當侯傑用就對了 對啊 所以大家就很想點酒 因為你今天就去貝達 那小北就是買酒的錢嗎 還可以的 價格還可以的 價格沒有特別貴啊 就進去只有被打 最貴的就是被打 就可以被打 他們也可以就打你的屁股 打你的背 沒有其他的服務 沒有其他的 這個就是咖啡 你是不是想要打別人 你要問的是這個 那經過服務生也會被打嗎 他們不會 就服務生也會打你 就服務生可以打你 對啊 你不能碰他們的 所以你就過來 如果你喜歡他 然後就在旁邊 然後他看到你 你想被打嗎 對啊 好難想像蔡柏文言 沒有啊 這一整段到底在 因為那邊有一個照片 其實那邊很多人排隊 很多人現在進去被打 排隊要進去 對 很想進去 現在很多人喜歡這一種 那我呢 發現了這個地方 我覺得真的非常酷 大家記得前幾年 有一個爆紅的人 叫拓爺哥嗎 拓爺哥呢 他其實是在日本開酒吧的 那他說很紅很紅 我去日本的時候 我就想說 我也要去拓爺哥的酒吧喝一杯 然後呢 我就看Google那個地圖 就在新宿歌舞伎丁差不多 你知道歌舞伎丁就是 很多很多人嘛 很多醉漢啊這樣子經過 走走到底在哪兒 到底在哪兒 突然之間呢 你就到了一區 那個它的那個燈光的顏色 就突然變暗了 路燈就變少了 路上的人也變少了 然後一間一間店 都好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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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你就會進到那一區之後 你就會發現 欸 奇怪 就是走在路上的人呢 很少 但是呢都是男生跟男生 會手牽手 那個地方叫做 就是專門的一個同志的夜店區 然後你知道我當時呢 我就走到了拓爺哥的 終於找到那一家店了 可是到那家店 你看很小的一家店 門是關起來的緊閉 它是那種霧玻璃門 然後呢 你隱約的從裡面 門縫裡面看 你想說敲敲門 可是他們沒有回應 但是裡面很吵 你往裡面看 我就看到呢 有裡面都是男生的聲音 然後會穿那種泳裝 你知道嗎 就是螢光綠那種 然後可是到這邊 就是低胸低到肚臟的那種高岔泳裝 我就隱約看到裡面有人在那邊 就是有穿高岔泳裝的男人 然後嘻嘻哈哈嘻嘻哈哈 然後我們就等等等等 大概等了半個小時之後 然後那些人出來了 高岔泳裝不見了 就是西裝筆挺 然後很帥這樣子 很高 身材很好 走出來 然後換我們就進去了 進去之後呢 我就看到了 拓也哥本人 本人 旁邊的是你喔 對 就真的是他本人 然後他就在吧台裡面幫我們服務 那他真的是那個舉手投足 就是比女人還女人 然後呢整個店裡 拓也哥最愛的人是卡莉怪妞 他就是無時無刻一直盯著他的螢幕的卡莉怪妞 然後音樂轉很大聲 就是一直跟著唱 然後你跟他點個酒 他就會幫你調酒 可是呢他的吧台非常特別 非常讓你有遐想 因為呢他會在 比如說我們現在坐吧台嘛 這樣喝酒 他呢 八天的通常是跟你平視的那個視角 他不是 他怎麼在調酒呢 他在下面 在這個洞 就吧台的洞的下面 然後在不知道在幹嘛 就東摸西摸的 然後出來之後呢 你的酒就調好了 然後就給你這樣子 然後當時因為他很紅嘛 他就是 我就想要跟他聊天啊 問他一些有關高速吸引的事情 就是他那時候很紅的事情 然後問他 然後他就一直都是笑笑的 笑笑的 笑笑的 然後跟你就是也不回答你 然後就是笑笑的 他不是聽不懂你在講什麼 他聽得懂 因為我同行有一個日本人 所以是跟他講的 但他就是笑笑都不回答 笑都不回答 然後舉手投足就比女人還要女人 所以那一區我覺得非常酷 就是可以說是同志的天堂 所以你到底喝到什麼 對啊 我就點了一個 就比如說血腥瑪麗就隨便 或摩托 對 他就調給我 OK 很酷很酷 其實加拿大也有一些很特別的店 可能大家 有聽過駝衣店這種 但是有另外一種最近是合法化的 就是 Sex Club 他們所謂的叫做就是 Lifestyle Club 那你進去這些地方 可能一般的有點像一個夜店 但只是 大家在裡面都在做愛 然後可能也有一些 真的 S&M房間 有公公的房間 或是也有一些 有公公的房間 有大家可能都在旁邊 都在那邊做 所以我公公可以去喔 可以 那婆婆應該在樓上嘛 誰都可以進去 應該有分開 就是 不是啦 因為有一些人都是喜歡被別人看到 或是喜歡看別人 對 可以喔 可以 對 我覺得很適合你 像兩個 真的 我應該玩幾年過去 看就好 但是我 其實有一家我覺得比較特別 因為很多就可能比較像夜店 但有另外一個 它是用會員 然後它是叫Oasis Aqua Lounge 那這個 他們很多地方是跟水有管 所以比如說他們有山溫暖 有溫泉 有Hot Tub 然後也有游泳池 戶外的之類的 那你就一次去那邊 你就付個可能80塊 那其實這樣通常是針對情侶 你帶你的女朋友去那邊 那可能你就是一個不同的感覺 你可以就是那邊 比如說有那個S&M房間 你要戴自己的玩具 當然也要注意那個衛生吧 但是就是 然後你問 如果你想要給一個陌生人 畢竟你們都去那邊的目的 就是要做愛嘛 那你就說 Hey what's up 那你可以問一次 如果被拒絕的話 就不准再問她們 然後女生也可以 問她什麼 問她說你要去哪裡嗎 還是要去 就是問她你要不要晚一下 對 對 要不要晚一下 但如果是這樣 因為進去都是 大家在裡面要交朋友的嘛 對 所以如果比如說 你們達成協議 是不需要再付錢 沒有 沒有不用付錢 就是都是願意的人 你不是跟什麼自願的人 就是一群志同道的 他們沒有工作人員幫你服務 沒有 他們都是一般路人 對 志同道的 然後收一點懂掉的錢 而且單身的男人 只有幾天可以去 好像是一二三才可以去 那不然你要跟你的情侶一起去 一起去嘛 然後女生也可以戴一個紅色的手腕 代表我不想要被打擾 可能就想要泡溫泉之類的 她不能去別的地方泡溫泉 來台灣 只要吸嘛 奇怪 那或許 或許是他們想要主動 他們不想要被別人打擾 或許她想要跟一個男人 就是玩一下 她可以去主動一下 這個也好耶 對 所以這些地方就跟台灣很不一樣 因為這種 可是情侶去不會吵架嗎 因為也有比方說是 Swingers 會去那邊可能要交換 或是就是 對 也有那種人啊 或是你去 就一樣可能你要玩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 你要在別人面前做 還是你要看別人怎麼做 或是做很多不同的東西 他們就覺得很刺激 比在家裡做還刺激 我覺得我們兩個齁 對 就是太少有求知語 怎麼說 我們兩個應該為這一個東西 去出個外景 類似的 真的 而且聽說這個店的靈感來源 也是來自於萬德隆 為什麼 對不起 聽說日本也有這個店 就潛水喔 聽說日本也有這個店 我們大家共同的日本朋友 有告訴我過 真的 夢多耶 對 可不可以聊一些 例如什麼東西 也是你想聽的 怎麼了嗎 各國有沒有一些 十八鏡的博物館 不是這個你怎麼現在才聊呢 不是 十八鏡景點 一個小時以前 你就應該講這個題目了 怎麼會咧 這節目的高潮 十八鏡的景點 就是有一些地方是 因為有一些國家很 對這個東西看的是很自然的 對 他可能有一些景點 搞不好還有專區 嗯 有嗎 我知道一個都裡應該是去過好幾次吧 喔 在紐約 在紐約他們有那個 心愛博物館 很多地方有心愛博物館 是 但是通常就是什麼 雕像還是 會有那個 畫片什麼什麼 藝術活片 但是 紐約心愛博物館 他們有那個 VR體驗 所以是比較特別的 對 我阿姨叔叔他們去那邊的時候 他們就分開的 觀觀看裡面的東西 然後我阿姨就看到一個拍子就說 樓上是VR experience 她就 喔這什麼東西 一個人拋上去 然後你進去 他們把那個棉罩翻你的臉上 耳機 然後你可以選你的那個角色 你可以選 男跟女 女跟男 還是通知兩男 兩女 所以我的阿姨 她一個人 她是先進去沒有其他人 所以她就覺得 喔那我選 我是女生 教一個男生 然後這男生就很帥 她就是28到35歲的很壯 跟我叔叔完全不一樣 所以她就很興奮 而且你是那個看面罩 你就是看你自己的身材 是一個美女的身材 所以我的阿姨 她沒有直接說 但是我知道她很舒服 她開心 真的是她這輩子最開心 對 用完 用完就離婚了嗎 沒有 她就是那個 她是說結束了 謝謝你 你可以把那個 那個電腦是說 你要拔掉 脫掉 然後她脫掉 她就看到 還有一個人一起玩 是一個16歲的小男生 啊 她是當那個男生 也是有一樣的那個體驗 所以我阿姨就覺得 為什麼小孩可以進來這裡 對啊 我阿姨說 她出聲音 那個很舒服的聲音 那個男生都聽到 蛤 對 因為她那個 她耳機在那個額頭上 她沒有分開 沒有她在一樣的小房間 所以通常是 這個疫情率有用的 可是她不是應該18 還是當地是16歲 因為這是一個 那個學習 那個是 學習 教育 所以她是說 這邊 但是沒有人只管誰進來出去 所以那個VR是18歲 但是一個16歲的小孩進去 我覺得這個管理要特別注意 這個管理要注意 這個管理要注意 要不然阿姨太尷尬了 對啊 而且小孩子一看到阿姨就 會 會 但是她是第二個進去 我阿姨已經在那邊玩 所以那個小孩看到一個 50多歲的阿姨就玩 好 我可以在她的旁邊玩 她是中途加入的 這是故意的 她們說我沒有聽過這個地方 我有點想覺得 你想去嗎 你想去嗎 你現在是會去對不對 你真的有一點變態 不是我 是我的阿姨 是我的阿姨 不是我 所以你阿姨很變態喔 我會去 但是我沒有去過 她阿姨願意跟你分享 這整個經驗 我也蠻驚訝 對啊 她外面是英國人 歐洲都很開放 所以這個是很特別 對 那義大利呢 現在這些地方 就真的是比較少很難找 可是我們義大利的那個 羅馬帝國古時候 這些地方 非常非常的流行 像在蓬佩 蓬佩之前喔 我們還這樣大概2000 蓬佩喔 蓬佩 2000年前已經有 那些很多很多妓院 非常非常的有名 然後他們都是用 刻的這些畫面啊 然後其實他們那個時候 紅到一個奇怪 比如說那個蓬佩之前 只有一萬個人 可是那個一萬個人裡面的蓬佩 有25家 25家劇院 這麼多啊 所以非常非常的流行 可是 古時候的羅馬 不是浴場就可以 進行一些交易了嗎 就是 浴場是什麼 就是 就是 西藻的地方 西藻的地方 羅馬浴場 羅馬浴場應該怎麼講啊 那也是 也是有啊 可是 有一些是專門這樣的店 然後他們都是一些 小的小的房間 在蓬佩可以去逛 然後有些小的房間 然後裡面 這個看起來超不舒服 它就是一個石頭的床 這已經是福氣了 對啊 它就是用這種石頭的床 然後上面 在石頭的床上 對 他們有放一個非常非常薄的 到時候一個非常薄的那種 軟墊 軟墊啊 就是用 也太痛了 對 然後他們這些地方跟外面 通常沒有門 但是有拉鍊 如果是拉鍊 你就知道裡面有客人 然後我覺得還蠻神奇的 就是他們上面 有很多客人 跟很多工作的人 他們有刻東西 在牆壁 然後我就有唸一些 他們是用拉丁文寫 嘿嘿嘿 有這個 我在這裡 這一個人好幾個 這是一個人 我在這裡 嗶嗶嗶嗶好幾個 這是一個客人科的 然後有另外一個 常客 然後有另外一個 然後有另外一個 意思就是說 我在這裡被 嗶嗶嗶嗶很多 好幾個 然後沒有寫說 在那裡工作的 然後後面我看了 這個還比較厲害 很厲害 就是說 就是說 我在這裡 終於遇到了 我那個等很久的 大家推薦的 推薦的 非常失望 紅牌啦 紅牌 他終於點到紅牌 結果失望 非常失望 對 但是現在 因為天主教太強 所以我們義大利的 我們大概1956年 所有的那些經驗都熟了 對 所以現在都是沒有了 但是這種古蹟 我會想去看 對啊 我覺得滿有趣的 移村院的遺址 對 和拜跟羅馬 羅馬都有 羅馬國中央都有這些地方去逛 好酷喔 這我想看 OK 那個其實講到那個 紅燈區 是 像什麼荷蘭的 大家應該都有聽過 然後那些 因為我那時候沒有拍照 我唯一最近 最近一次有拍照的 這種比較值得推薦的就是這個 這個叫什麼 這個是普吉島的 Bengala Walking Street 這個是一條很大很大的街 然後就是去過普吉島的人 應該很多嘛 然後他們不是就有一整條街 他就是晚上的時候就是 很像是一個很大型很大型的 一個那個 酒吧 就是很像那種 夜市場 但是他什麼都有 他只是沒有攤販在外面 他就是一家酒吧 一家酒吧這樣子 然後每一家酒吧呢 他就看起來很大的那種 那個 Factory 你知道嗎 很像那種 很大很大的那種工廠的感覺 但你一走進去 我這樣講 大家應該都知道 因為大家都去過嘛 對不對 一走進去隨便一看 就看到類似這樣的東西 我們不知道 你不是當地人嗎 你看他們看起來就是一份那種 我看你要說什麼 我看一下 要說什麼呢 還有什麼我們不知道的 這樣的感覺 整個非常非常厲害的一個鋼管舞 然後那個 我走進去的時候 是因為我們 已經沒有得選了 因為全部都是鋼管舞的地方 就酒吧一條街這樣子 一整條街這樣子 然後 結果後來我就選了一個 看起來很熱鬧的 就一走進去 它裡面大概有差不多 20個鋼管 然後每一個鋼管上面 都有一個鋼管舞女郎 就是喇牙大賽 對 很厲害 喇牙嗎 對 然後呢 就其實像這個女生 我為什麼會坐下來 會看到她是因為 她是裡面鋼管舞 就是一直在跳這樣子 她就一直在把自己撐起來 好累喔 我有看到有一些是那種可能在對 他們 就是坐在他們台下 像這種台下有做人的那種 就是他們台下有做人的那種 就是他們台下有做人的那種 在自己在跳有點類似私人舞那種感覺 你說 對 可是因為像那種 美國在美國的那種 lap dance 你不能因為你說你要跳私人舞 你就可以摸它 你要摸它的話 是會被感受的 對 但是我這種 這個其實基本上 他們就是跳完了之後 你就是要私底下去約的 就是你可以私底下去跟他約說 那私底下約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消費方式呢 對 我們來請問 在對面的型男人 基本上 賺電力是700B 然後就是解釋說 給小姐兩姐 好了 那通常你抽夫是抽多少 我大概是三成而已 好了 三成也太多了你 我在美國有買過 載他去就抽三成 那他都談 沒有啦 我真的有消費過lap dance 就是我在美國買的 就是也是鋼管舞秀嘛 然後他就會有女生問你說 你要不要大腿舞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好 然後我朋友就招待我 我說好害羞喔 女生在我身上這樣磨蹭這樣 然後二十塊錢美金而已 然後他大概跳二十分鐘 然後他就是上半身全裸 十分鐘很累耶 很久耶 他就是 沒有 他就是在撫摸你而已 然後就是一直搔手弄滋這樣 然後他會整個就是 只有一條內褲 然後就跨在你身上 然後在你耳冰絲膜 然後講一些那種就是很色情 對對對 然後就讓你很high 然後摸你 然後因為我是女生 所以他沒有收我錢 他就讓我摸他摸片他全 他皮膚好 超好 我那時候二十三歲 那女的才十八歲 天啊 那個真的是Q彈 然後又好像又油 那個皮膚有多好呢 你覺得呢 肚力 因為我老師說我也常去這種地方 因為我覺得你們太單純了 美國到處都是這一種的地方 你看我們上次帶孟多園 孟多兩個園園一起去啊 你沒有講這一段耶 你怎麼看過這一段 你沒有說你們有去耶 你好好講這一段 因為我們之前沒有這個題目啊 但是我們 這個東西太普遍啊 那你講一下孟多去都在幹嘛 孟多都在 就是拿到一些lap dance跟大家一樣啊 但是我們沒有哪一種二十塊 我們三二十分鐘沒有 可是剛剛他們說 其實女生上lap dance的時候 你不能這樣隨意摸 不可以 你要去對的家 我介紹我家 後面有一家 可以摸啊 可以嗎 我們摸得很開心耶 真的喔 你摸哪裡很開心 就胸部啊不然你 對啊 你胸鎖你 你就是下面不能摸 但是其他的地方可以摸 可以簡單的 而且幾個真的很 你去的嗎 就是那個第一家 我們幾乎三到四家 差不多了 第一家的一個 你超正跟那個很正 超正這個女生 奇怪你們兩個 好像怎麼突然醒過來 但是不是每一家都很正喔 對 因為我還記得我十八歲 我第一次去的時候 你不是要哪一些小費啊 給他們啊這樣子拿 那他會這樣子啊 對 在他的內褲這樣嗎 那一個女生 因為不是每個女生都很漂亮 哪有一些可能有生過小孩啊 或者是比較稍微胖一點喔 生過小孩怎樣 沒有啊 沒有沒有 我是說有一些 生過小孩怎樣 有一些 因為三個都生過小孩 你現在怎樣 怎樣 有一些皮膚沒有那麼好 就是 沒有我真的 我是他 老實講 你們不要笑嘛 但是就是有一個女生這樣跳 生過小孩的皮膚不好 然後都是這樣子 拿那個鋼管 整個活躍起來了 怎麼會這樣 就做一些動作 然後大家都覺得 但是他不好看 那有一個男生就覺得很好笑 他不想要給他一塊錢 是 他就開始丟一些硬幣 好 好沒聽喔 在台上 我18歲去的時候 我看到這個我會說 這個人這麼敢這樣子 對 但是那個女生很厲害 那就繼續跳 你這裡怎麼有在跳鳳羊花舞的感覺 然後這樣子 然後直接踢他的臉 我的天啊 自己踢他的臉 然後那個男生就 被踢到 然後後來那個 身體板馬上進來 把那個男生拉出去外面 活該 真的啊 就是這種應該要拖出去 對啊 就是超級沒用的 可是你剛剛講這一段 是不是比邁阿密好玩 沒有 其實邁阿密也有很多這種地方 對 而且如果你要去看 我推薦你去拉斯菲克斯 因為菲克斯就是有很多 那為什麼都只有女生跳 為什麼都沒有男生 也有 有 也有很多男生的 我們上次我跟Model一起去一家 也是不錯的喔 有 我講你的故事就好 我們上節目不能說實話嗎 你們去 你們去美國七天 有四天都在這種店耶 八天 真的 我們就是去看看嘛 什麼東西啊 就是要去看看吧 OK 男生的有嗎 有推薦嗎 韓國有男生的蒙男秀 喔 對 就叫Mister秀這樣 然後裡面的 這個我 因為 因為我的學生知道這個秀 因為我的學生跟我說 老師可不可以買 幫我買一個票這樣子 為什麼老師你可以買這些票 因為 裡面 沒有 這樣的票叫老師 因為這個 這個秀 因為在那邊跳舞 你不懂 這個蒙男秀 只能那個女生 19歲以上的女生 才會進去看 男生不能看 而且裡面不能拍 不能拍照 不能拍錄音 錄音這樣子 然後你怎麼拍了 這個是我學生傳給我的 然後這個不是 這個是在結束後 在外面 因為他們秀的時候 上衣沒有穿 都是脫掉衣服 所以是正常跳舞的 這種 對 跳舞 然後他們有一區 有一個座位 是Ladies Show這樣 然後那邊的女生 是可以上台 跟他們一起跳舞 然後他們說 什麼大腿表演這樣 然後他們這樣 因為沒有穿衣服嘛 然後女生 女生拿那個 坐在他們的大腿上面 然後一起跳舞 然後他們摸他們的身體 誰摸誰 女生摸男生 女生摸男生 然後一起玩這樣子的 有一種表演 而且裡面的猛男都長得很帥 然後身材又好這樣子 對 老師可以幫我買票嗎 老師我可以幫我買票嗎 如果你們想要 我可以幫你們買票 那請問一下美國的 你有說這種猛男秀 可是就是像那個 Vegas那種秀嗎 不是不是 其實也有這種 Lap dance 什麼都有 那你講的好像是 你不能摸 但是他們也會摸你啊 我上次進去就是 看一個猛男秀嘛 然後就是 因為就是朋友的生日 我們就幾個男生 因為世界 現在我們都很開放嘛 對 然後又一個朋友 都是很喜歡男生 我就是帶他去 當一個生日禮物這樣子 那我們一起玩 然後他就送給我一個 這種Lap dance 哇我出來 我都黑眼圈啊 人家是 哇 因為人家在我前面跳 就這樣子 然後就 怎麼辦啊 欸 最好是 我錯的是真的 真的啦 真的 真的假的 真的 他們什麼都敢 真的啦 最好打到黑眼圈 他怎樣啦 真的啦 很重要 而且 最好你黑眼圈看得出來 為什麼 一聊到這種環節 他們兩個就生融活動 為什麼 我覺得這是 這是邊形耶 真的 對啊 好玩啊 好玩啊 下次我們一起去好不好 好 喜歡被這樣子打到黑眼圈 他們真的會用前面打你啊 真的 他們什麼都敢 所以他們不是日本人 對 他到底怎樣維持一直可以 他們 我問過了 他們就吃藥 而且他們也會 那你藥就買了一打吧 對 我買了7 好了 而且除了這個藥 他們還有一個碗 他們會把它塞上去了 碗 對 對 幹嘛 可以讓你打得更痛這樣 模擬啊 模擬那個是不是 我們下巴再說 OK 被打了之後有什麼感想 你這樣子被麥克風打到會有什麼 我跟你講我真的覺得 望塵莫及 我真的對自己好失望 真的對 謝謝 這就是我們想要聽到的答案 哈囉 大家好 喜歡我們的節目嗎 按下鈴鐺 訂閱我們的二分之一牆YouTube頻道 最新影片隨你看 精彩內容不漏階 然後再叫我們去看 收wic點 收wic點 收益 收益 », Hanım 收益 請收益 收益 收益